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来看一下内容题 习近平发英雄帖 说雄安建设需要政治过硬的狠官 五角大楼为习近平喜冤 说中国气球并没有搜到情报 中国携程网豪制十亿 鼓励员工生娃 传上海人际医院医护大乱稿 官方急辟谣 说实习生已经被抓 上海二手房挂牌量激增近90% 崩盘前 尽早的脱手 北京急了新一轮的稳防政策即将出炉 香港七大商会罕见表态 联手支持港府施政 中俄组大局 伊朗下个星期正式加入上海组织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根据中共的官媒新华社的报道指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在6月30号的时候主持召开了中共的政治局会议 审议他六年前拍板的雄安新区 会议称雄安新区的重心已经转向了高质量的建设 并且需要建设一支 政治过硬改革意识强的干部队伍 中共的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还说 中共的政治局在6月30号的时候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支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由习近平亲自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建设雄安新区是为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深化推进金经济协同发展 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当前雄安新区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建设 高水平管理 高质量疏解发展 并会推出一揽子的支持政策 另外会议还强调 要结合雄安新区现阶段的实际需求 创造雄安质量 加强雄安新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的建设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 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改革意识强 能力水平高 敢闯敢干 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另外该会议又指出 河北省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雄安新区要履行属地责任 有关地方要积极的予以支持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主动的指导服务 报道说雄安新区被中共的官方称为是千年大计 但是近日有香港媒体到当地视察 发现当地仍然在大兴土木建设 居民区商务中心市民服务中心等地不见人潮 报道引述了当地的民众的话指出 雄安新区的大型建设传出了资金的困难 另外根据中共的官媒中心社的报道说 在6月30号的时候 中国的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 雄安工程有限公司 简称中铁北京局雄安公司 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工作全部完成 举行接牌计入住仪式 这是中国中铁产业集群首家三级子公司 整体落户雄安新区 另外根据香港媒体此前的报道说 由24个人组成的被视为中共的最高决策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通常每个月月底召开一次会议 但是去年10月份中共二十大之后 去年的11月份 今年的1月份和5月份 官媒在这三个月份都没有公布政治局召开会议 外界猜测是否由于习近平一言九鼎 所以中共政治局会议减少 不过也有报道指出 一般而言中共的政治局会议都会顺便举行集体学习 外界指官媒没有公开的报道三次会议 除去年11月份以外 政治局分别在1月31号的下午 还有5月29号的下午 举行了集体的学习 官媒没有报道开会 很有可能是因为会议的主题不移 对外公开 好 再来看一下五角大楼为习近平喜冤嘛 中国气球并没有搜到情报 来自雅虎新闻的报道说 美国五角大楼在6月29号的时候表示 日前在大西洋上空被美国战斗机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 在飞越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搜到情报 今年2月份的时候 这个气球飞越了美国的上空 引发了中国对美国情搜的质疑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表示 我们现在的评估是 他在过境美国和飞越美国时 没有搜集到情报 莱德表示美方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缓情搜 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霸德称今年1月底到2月初 这个搭载了大量电子装置的巨大气球 自美国西北部的阿拉斯加进入 从东部的南卡罗那纳飞离 途中飞越了敏感的军事设施的上空 在2月4号的时候 在南卡罗那纳州的海岸上空附近被击落 并被美国军方从大西洋上打捞了上来 其中多个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 对气球的碎片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发现气球安装大量的美国商用仪器 有些完全可以在网上购买 再配上中国制造的感测仪和其他的装置 可以搜集影像以及其他的一些资讯 此时间也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原定访问北京的行程延迟到了6月份 但是中方否认气球是为了搜集情报 并且指它是做气象研究的民用气球 是进入美国领空的时候 因为天气等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才偏离了航线 美国总统拜登则指 自己不认为中方领导层知道气球在哪里 里面有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他也表示他认为这笔故意更加的令人尴尬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协程网豪制十亿 鼓励员工生娃 来自雅虎新闻的报道说 中国的线上旅游平台协程集团 在6月30号的时候宣布 自7月1号开始 将向入职满三年的全球员工 推出生育补贴政策 不论性别 未来每新生育一个孩子 就能够获得每年1万块钱人民币的补贴 一直发放着孩子满五岁为止 根据路透社在6月30号的时候报道指 协程集团为全球大型的线上旅游平台之一 该公司拥有4亿用户 旗下全球员工未来新生育一个孩子 就能够获得每一年1万块钱人民币的补贴 初步估计该激励员工生育计划 将耗资约10亿元人民币来补贴生育 而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说 协程集团的董事长执行主席梁建章 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他一直建议政府给有孩子 尤其是多孩的家庭来发钱 从而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 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完成生育多个孩子的愿望 企业也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内来发挥作用 为社会凝聚共识 建造一个良好的生育氛围 另外报道指出 其实这并非协程集团第一次发放生育福利 2015年12月份的时候 该集团就曾经发布过孕息交通费用 生育礼金 还有生育医疗补贴等些福利 甚至之后还陆续的增加了孕妇躺椅 辅助生育以及育婴室等十多项的福利 路透社的报道说 在1980年至2015年的一胎化政策之后 人口统计专家警告 随着劳动力的萎缩 以及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 在老年人口的支出增加 中国未复先老 中国去年的生育率 从2021年的每千人7.52胎 降至了每千人6.77胎 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准 中国当局在2021年表示 夫妇可以生多达三个孩子 但即使过去几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都带在家里面 年轻的夫妇们也不愿意生孩子 年轻人认为育儿和教育费用高昂 且收入低 社会安全网薄弱和性别不平等 也是令人沮丧的因素 协生集团的董事会执行主席梁建章 其实本身就是人口经济学家 今年他出版的一本 名为人口战略 人口如何影响经济和创新的书当中 便建议把中国2%的GDP 用于鼓励生育 好 再来看一下传上海的人际医院 医护大乱稿 官方急辟谣 实习生已经被抓了 来自向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说 根据中国的微博账号 锦鸣直通车浦东的消息 近日网传上海的人际医院 东院存在医生嫖娼 组织卖淹等情况 经过公安机关的查证 网传的信息为谣言 当地的警方查明 6月21号的晚上7点多钟 该院的一名27岁的男性实习生 李某某为显示自己消息灵通 捏造出了上述谣言 发布在了寝室的微信群当中 之后被群内的人员 转制了其他的微信群 因其行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李某某目前已经被上海浦东警方 依法行政处罚 报代说近日网上不断的出现了 为博取关注而编造不实讯息的不法行为 对此公安机关将依法的严肃查处 警方也提醒网民不要随意的转发 未经证实的信息 共同维护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 另外根据报道指出 近日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热传 上海的人际医院的 未肠外科的一名图性医生 嫖娼被抓 提供卖淫服务的竟是该医院的护士卖淫组织 整个银窝都被捣毁 该消息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而当地的医护更是爆料称 银窝是由该医院的重症ICU的护士组织 也由浦外科的护士来参与 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收入丰厚的外科医生 收费也相当的高 说群趴入场费为5800块钱人民币 有医护称当地的医院里面都在谈论此事 另外中共的上海市浦东新区的纪委 也发布了信息表示 人际医院的保障处的科员 助理工程师顾小蕾正在接受调查 一些网友也怀疑是否与该院的营锅有关 还有当地的医护圈内的人士爆料 说这种事情并非人际医院独有 比如上海的新华医院也有 而且就在他们医院里面 该说法似乎在暗示此类的营窝 并非个人组建 而是由院房组织 上海市的卫健委在6月29号的时候 回应了当地的媒体表示 网传的人际医院医生嫖娼科室组织蔓淫为不实言论 院方已经称向属地的派出所报警 要求注意查造谣者 好再来看一下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 激增近90% 暴跌前尽快的脱手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房市在疫情之后未见明显的起色 华尔街日报形容中国房市进入了棘手的新阶段 原来购房需求已经减弱 叠加不少民众因为财务压力而卖房 令二手房的挂牌增加 导致了房价下跌 房市再度冷却 报道指出 今年初的时候中国房地产市场暂时的回温 但是最近几个月又陷入了停滞 包括上海在内的主要城市的房市成交量不断的下降 中国大多城市的房价也在下跌 上海的一居房地产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包括上海北京广州和杭州在内的13个主要的城市 5月份的时候二手房挂牌量比去年12月份增加了20% 其中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激增了82% 武汉的挂牌量也激增了72% 报道表示除了因为疫情之后 不少人重新计划结婚生子或者搬迁 而出售原有的住房之外 有些卖家则表示 卖房是因为财务压力或对市场失去了信心 想在房市变得更差以前 紧早的脱身 分析师警告当太多的二手房挂牌的时候 可能会加剧供应过剩 令房价出现新一轮的下行压力 损害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信心 一位青岛的卖房者表示 他的房子最初的挂牌价为12.6万美元 而经过多次的大幅降价之后 最后降至了9.7万美元 成功出售 众粮联航大中华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庞明表示 当住房供依求的情况恶化时 房价肯定会承压 随着房价的下跌 成交量可能会进一步的萎缩 因为许多房主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损失 报道表示 过去一年中国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来支撑房价 包括禁止房企提供大幅的折扣 现在期望房价进一步下跌的买家和拒绝打折的卖家正在拉锯当中 中国的数据供应商万德的数据显示 今年2月份30个主要城市的新房销售高于2019年的水平 但是5月份降至了2019年水平的77%左右 而中国的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 上海5月份的二手房的成交量下降至了15300套 比4月份的时候下降了13% 远低于2019年至2022年5月份期间 每个月至少23000套的局面 好再来看一下北京急了正在酝酿出炉新一轮的稳房市的政策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回暖态势未能延续 官媒引述专家的话报道表示 是为了保持房市恢复趋势 新一轮的稳房市的政策酝酿出台 其中在需求端的政策方面 可能会继续将降低购房的门槛和购房的成本置于首位 中国证券报在6月30号的时候报道说 在积压的需求释放 以及前期政策效果显现等一些因素的推动下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房地产市场活跃度上升 但是进入第二季度回暖的态势未能延续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 中国全国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 年前百分之零点九 低幅较一月份至四月份的时候 扩大了零点五个百分点 商品房的销售额年增百分之八点四 涨幅较一月份到四月份收窄了零点四个百分点 报道表示 本月以来不少的城市加大了稳房市的政策力度 重点的一二线城市逐步的加入放松现贷或限售的行列 其中广州印发了通知表示 生育二孩以及以上的家庭至少一个子女未成年 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来购买手套自住住房 住房公积金的贷款的最高额度上浮百分之三十 报道引述了房市研究分析机构终止研究院的统计说 今年以来地方出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已遇三百次 其中济南长沙厦门等近二十个城市放松了限购的政策 另外一家房市机构克尔瑞研究中心预计 阴城施政仍然将是房地产调控的主基调 在地方阴城施政的方面 限售限购政策松绑可能由若二线和三四线城市 转向核心一二线城市 一方面相比调控基本应放进放的三四线城市 核心城市的政策工具更为充足 松绑的余量也更足 此外核心的一二线城市的城市复苏功能在转弱 而且内部也存在分化行情 有进一步优化调控的必要 也有分析是表示当前重点城市的二套房的首付比例 以及贷款的利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 例如北京上海深圳购买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为七成 二套房的贷款的利率为同期首套住房个人贷款利率的1.1倍 具有调控的空间 好 再来看一下香港的七大商会罕见表态 联手支持港府的施政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在香港的主权移交26周年的前夕 香港的七大本地商会罕见的共同表态 支持港府施政 包括配合港府的房屋政策 并且履行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综合香港媒体的报道 在6月30号的时候报道指出 这些商会在6月29号的时候 举办了香港工商界助力改善民生座谈会 并且宣读了倡议书 内容包括了呼吁工商界积极动用一切资源 全力配合港府的土地房屋政策 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房屋供应 他们又呼吁业界积极的透过捐助和参与 举办教育 医疗 安劳 扶贫 培训 和青年服务等不同类型的慈善公益 鼓励业界积极关怀社区 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华总商会的会长蔡冠深宣读倡议书时指出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发表七一讲话 明确提出切实排解民生悠难的要求 他表示作为社会重要一分子 香港工商界不仅着眼于推动经贸发展 也十分重视社会和谐共融 因此七个主要的商会共同倡议 发动所属的会员企业 以及号召工商各界在助力改善民生各个领域 积极贡献力量 根据报道 约40名的商会以及企业的代表出席了座谈会 这些企业包括了香港李嘉诚家族的长江实业集团 以及横基兆业新鸿基地产 新世界发展 和和集团 嘉华集团 嘉里集团 信德集团等富豪家族公司 共同发表倡议书的七个本地商会 是香港中华总商会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香港总商会 香港工业总会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 以及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 香港历经了反送中运动 以及2097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冲击之后 社会一度动荡不安 经济低迷 在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后 北京当局就香港的发展 提出了两阶段的期望 首阶段是游乱极致 之后就是游至极兴 并且呼吁各界支持港府的施政 好 再来看一下中俄组大局 伊朗下个星期的时候 将正式的加入上和组织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在6月30号的时候表示 伊朗下个星期将正式的获准 加入由中国俄罗斯等国组成的 上海合作组织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 拉夫罗夫在莫斯科的上海合作组织 中心刊幕式指出 在7月4号国家元首会议上 伊朗将获得完整成员国资格 上和组织于2001年6月15号 在中国的上海宣布成立 是个横跨欧亚的政治经济 以及安全合作组织 也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 政府兼国际组织 其前身是1996年建立的 上海五国对话机制 西方认为这个组织 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对未来在东方的重大制衡力量 leak 有 Kathryn 有 d Fo b 门 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